中文字幕提供 因為我們一直以這個為目標 然後我們練四年的球 然後去年也是差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一次打到冠亞軍 不過就是狀況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是年到今年我們才可以 有這個很整齊的燈籠 然後一起來拿到冠軍 意向深刻也是去年的 我們第三名的比賽 然後那時候是我們打到最後剩下30秒還40秒的時候 我們還輸6分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有個球員1號 然後他也是3分進算加法 最後4分 然後又一個我們的控球7號 他也是發球進 然後我們就剛好在最後剩下5秒的時候 還3秒之後我們停中 然後就打延長賽然後我們就贏 然後就贏到第三名 然後那場也是 就是我們到現在就還有印象成分 問題就是 因為可能就贏了吧 然後大家就有點放鬆 就打慢 然後說沒關係我們贏到那麼多人 然後放手的時候就沒有打到人 也沒有交代清楚 所以就被打了一波發比例 然後 後來就是我們這樣就很暫停 我們再調整一下 我們要求我們自己的放手 然後就完成了 好